一周不见有点想念 不了再想笑 好 下期过去已经一个星期了 也不知兄弟们 不远期也没关系 这就让我们奉上一套日本东京新宿 建完两个月都还没有租出去的 阴间啊不是 个性设计出租公寓来挥口血 小外观如大家所见相当别致 就知道你们喜欢这样啥了 来感觉了是不 而先来追蹦异性条件 房轮位于东京二三居之 新宿区西新宿 距离物件最先车站线路 督鹰大江湖县的西新宿五丁木站 徒步五分 和都厅前站徒步十一分 偷走的中心地段小位置嘎嘎好 这一串房子是个建于两个月前 2024年3月的 干津混凝土三层建 基本上要看 就必须得是最顶层三楼 富士带着天台的 五十五平米玩入木户型 小格局一听就正经不到哪里去 最后这位房租老规就骗尾公布 感谢你们各个毫无精神心态炸裂 就在弹幕上蹲一波你们的 价格预判 OK 一套林波微步 是的我们还在原地 刚刚忘了说一楼部分全都是店铺 大个楼就能上班就不要太方便 另外还有不带电梯 是我往往没想到的 天天进出家门 都必须得经过这二十几节台阶 住个一年半载 膝盖指定要报废 于是一波剪辑自动上楼 小事业方面没有任何遮挡 还挺开阔 老王家的天台也近在咫尺 背雨里没事 就能过去替天行道 就不要太方便 那么三楼部分总共就两户 中间完全隔断 这半边你一户独享 整个门廊空间看着相当阔丑 而且这长度拿来跑跑 我的飓风因素 和二郎玩特别特别好 真正好好 这也在我们芝麻一开之前 来看看这扇 也许是咱目前看过最大的一扇门了 还纯透明 这样就彻底解决了 大型家具家电进入的问题 问题是你东西得拿得上来 毕竟楼梯空间就这么点 完事再看着大玻璃透明成这效果 跨地员以及对面的邻居们 不想一眼望穿你家都难 让我们一步 锒铛入室 是我们熟悉的毛披风 清水混凝土设计 清雨感满满 先从门口开始看 玄关部分由于大门够大也够透 整个空间炒亮到甚至感觉 压根就没有门 安全感这种东西丝毫不带 然后一旁明显还没贴皮 师傅就跑路了的柜子 在这儿 打开来用力掐嘴 等等 里面居然是个扇形结构 所以表面看着能装 实则12.5双鞋子的空间 熟悟空的小伙伴直接怕死 太踏事 随后右手边紧跟右一扇门 一脚踹开 藏着掖着的 是洗浴中心 这家伙小位置哪是靠近门口 拂命直接就连接着门口 早上睡醒洗漱一下 直接原地翻窗出门 或者在你洗漱时 还能收个快递外卖啥的 时间管理大事 而且这还没完 我想设计是为了确保 你洗完澡出来 能被对面看个金光 特地把碍事的镜子 嵌在了墙里 用的时候打开来 不用的时候关掉 手打一个坦袖漏入 脚手王室 脚落里用来放洗衣机的方块 用来放什么的 我就不告诉你 另外转身还有一扇门里门 放在这个位置 也只能是厨房WC了 门框子多少有点低 外加里面暗部溜秋 和坐牢没什么区别 真的雾气麻黑 顺便再带大家感受一下 上厕所时被围观的第一人称 激利阴影面积 再来下一扇浴室门的背后 我盲猜一定是浴室了 估计也是为了在你洗澡时 同样能被外面看光光 特意做成了透明门 线条小灯和客厅同款的 毛披风墙面都略显高级 有点设计感在了 墙墙的小居居窗也精心好拼 这个开法安全多了 针对你家楼梯 便与老王来一个居一个 于是屋终于开向室内 小心状可以说相当迷离 简单扫视一圈 里面我们等一下再说 因为客厅里这层窗户 实在太吸引我了 中间应该是有玻璃墙挡住 以防 没有万一 这开口别说宠物 但凡熊孩子或者各自小点的小伙伴 分分钟都得自由落体 至于下面两根锋利无比的铁丝 应该不是要为了让你分段下楼吧 而且最最点睛一笔的 如果外向不做成这样 歪歪扭扭缺一块少一块的 就算你不小心一步出去 脚下至少还有点空间能救个场 现在好了 下面直接给你干穿腾空 只要一脚出去 不提了 感觉没被门夹过几次 绝对设计不出这效果 这一天直接改行 再来小视野方面 有点难以形容 好像啥也看不到 但有好似能看到一些个啥 不过至少咱频道标配的 白天蓝云小电线都没给落下 行吧 这个客厅幕份面积 天打的小楼梯还挺硬 总被我头撞坏吧 对了 那么楼上就是露台 知道兄弟们想赶紧一睹为快 所以就特地留到最后 吊吊大家胃口 小挑高配上环绕楼梯窗 就不要太舒服 聊客厅部分本就不大的空间 还要印几张餐桌 小花瓶看着还不错 就不能换一换 桌子放楼梯下面 这儿弄个大点的沙发茶几大TV 它不香嘛 还有人这小墙颜色相当猎奇 跟在烤箱里似的 赶紧走 不然一会儿要熟了 于是我们继续摸索 中间还有个洞穴 原来是厨房部分 水泥墙如假包换 我一套内力居然没打穿 那么厨房空间还算给力 门口就是武器柜便于你厮守厨房 谁都别想拿走咱的番茄炒蛋 并且里面还有个柜子 则可以放上几台 天速级别小霸王啥的 做饭做鸡眼了 转身就能干几把游戏 解解发 左边放冰箱的空挡处 用来干什么呢 考考你们 另外镜头落地窗 白做 再来纯不锈钢打造的 纯不锈钢灶台如假包换 唯有一套内力依旧没有打穿 拍得我老疼了 西剑吹三大区完全够用 唯一可惜的 门气灶变成了电磁炉 爆炒之下是别想了 往后人生只能勉强煮锅 菠菜鸡蛋汤来虚度光阴 所以出发部分就这么地 小意思带大家感受一下 就这小位置电视能放哪儿你们说 除了发带和发愣以外 也不知道能干啥了 于是在深入房间部分 好家伙睡眠环境如此敞亮 被围成这样的 的确好像没咋见过 然后你们再看这能进出的落地窗 睡觉睡着睡着 躺门廊上去也不是没可能 不过这就是毒户门廊的好处 也不会有人经过 你想怎么睡就怎么睡 想被怎么看光就被怎么看光 惬意就完了 既然房间都纯开放了 收纳也必须得跟上节奏 这下哈利真没地儿住了 心如死亏 OK 最后可算让我们等到露台 既夺命窗户之后 人命楼梯又来了 半截手指的薄度 也不是扛不扛得住 攒着两三百斤的灵魂 中间缝隙还那么大 体格子瘦小点的小伙伴 估计都得滑出去 所以我们一套如山生龙霸飞到上面 回眸微微一笑 景色看着不错 一脚踹碎眼前的玻璃窗 四花进入露台部分 还能看到倾诉的双子塔 小感觉一下来了 露台部分如大家所见 本来挺宽敞的地方 地板非要给你分割出一片种草的区域 就很尴尬 然后往里挪几步 拐角还有一片区域 所以整体空间方便拿来打打麻将啊呸 整点天台BBQ小烧烤 喝点小茶 下下棋 蹦个小滴都不在话下 就最好这个棚 不然头皮肯定得晒焦 哎呦 啊好险 你们别说 这看似弱不禁风的小栏杆 实则相当弱不禁风 要不是我听空底子后 刚刚直接就下去了 再来我们只要走到最里面 就能从这儿看到门口 放一朋友三家两头来打扰你 直接在这儿就可以给它拘掉 方便 小事也方便 因为朝向同样于门廊 景色差不太多 咱就不去应托时长了 那么这一间就是这样 接下来因为三楼隔壁 另一间也是空着的 那么瞬间移动过来 哇 完全不同的形状 上面一样的露台 以及左側边木门背后一样的洗浴中心 就不去重复看了 所以这一间的玄关 明显大了像不要前世的 但由于使用面积和隔壁是一模一样的 也就意味着起居空间 得大大牺牲 里面一整块空间 既是房间 一是可厅 真的是毫无一丝遮挡 送个快递 莫名其妙把你家给看完了 了解一下 设计思路相当惊人 洞学里依然是厨房 做饭时的视野倒是比隔壁强了不少 好了 那么以上这些呢 就是今天两套房子的全部内容 今天户型依旧稳定输出 所以就这两套 日本东京市中心新宿区西新宿 两个月前刚建完 带个露台富士55平米的 个性设计全新公寓 房租到底是多少呢 第一套 19,635元人民币 折成日币的话 41.5万 其中包括管理费 再来第二套一扫而过的户型 便宜了1500元 月租18,135元人民币 呃 总的来说 你咋不去抢呢 只能说空了两月租不出去 还是情有可原的 其实对于房子本身 我感觉还挺有意思 挺个性挺别致的 加上位置也好 西新宿五丁木站 站前五分钟是吧 可无奈这价格实在有点过于明强 这样看起来同样价格 还是上周那套 阳台湾公寓墙太多了 你们说是不是啊 瞬间感觉都想租了呢 所以我个人感觉 除非你就是想住在这附近 想住这种没人住过的新房 玩是睡觉洗澡不怕被看光光 并且还想要个露台的小伙伴以外 要不还就是 看看就好 有钱就好 也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 今天的房子是值二十坑的 记得到评论留言告诉我 我个人朋友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喜欢今天的视频 记得点赞 评论分享 是否划 如果喜欢喜欢日本的房子 关注也一定是不要拉下 我是日本房展 经纪人小豪 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